1月20号晚上的8点左右 在沙阳市余虹区的黄山路上 一辆白色的越野车 跟一辆灰色的面包车 刮到一起了 虽然这两辆车的车损都不大 但是双方驾驶人却说不好 到底是谁的责任 咱们一起看看 是谁开的有问题 在黄山路上 越野车和面包车的车头贴在了一起 从外观上看 俩车受损都不严重 但是他俩都有病倒的趋势 而且都压着线 双方驾驶人对责任存在争议 所以没有拆除现场 等待交警来认定责任 我过来的时候 那边停个车 然后我就稍微欠了点 欠点我就往回开 但是我还没看他过来 然后我直接就往回拐了 然后他从那边也过来了 我看到的时候 我这余光看的时候 我俩已经撞了 你手好像逆行那边过去 过那边 从那边过来 就是压一点 压卸了 对 压一点 我承认 我压一点 我承认 你咋是 我从小区 跟他拿出来的 你跟小区出来的 对对 记者了解到 当时这辆白色越野车 由东向西行驶 为了躲避前方车辆 白色越野车 就稍微压了分道线 没想到正好赶上 这辆面包车 从小区左转出来 俩车就刮上了 交警认定双方在事故中负同等责任 双方驾驶人认可交警的判定 随即拆除了现场 提醒大家伙呢 开车走这样的小路的时候呢 咱们一定要加小心哈 注意瞭望 千万别着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价尼